这个身材臃肿,长着一副死鱼眼的女人,名叫斋藤一子,已经是个32岁的大龄女青年了,却是个名副其实的家里蹲,每天宅在家里无所事事,吃饭,睡觉,打游戏,是她生活的全部,家里料理店她也无心帮忙,就连每天起床都还要小侄子叫。 唯一的妹妹极度看不惯这个姐姐,两姐妹常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大胆出手,这不,妹妹嫌弃姐姐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,斋藤立刻就摔杯子,妹妹也毫不相绕,两姐妹直接就互掐了起来,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完全不管事,还是母亲帮着劝架,这对姐妹才停止了战火,这已经不是斋藤第一次和妹妹掐架了,一气之下斋藤决心搬出去自己住, 担心女儿自己一个人活不下去的母亲,还给了她一笔生活费,就这样,靠着母亲给了这笔钱,斋藤在外面租了个便宜的房子,并开始找工作。 但斋藤除了帮家里的料理店打过杂之外,并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,一个32岁高龄的宅女,要如何顺利的找到工作呢? 斋藤想到了自己常常光顾的百元超市,所谓百元超市,顾名思义,里面每一件东西的价格都是100日元, 折合成人民币大概6块钱,类似于国内的10元超市,斋藤随便写了个简历就来超市面试, 索性百元超市对店员的要求低,店长很快便过了她,还给她安排了时薪稍高的晚班,晚上10点到早上8点, 排班轮休,工资虽不高,但总是能解决日常生活的,斋藤自此开始了在百元超市的打工日子, 可这家超市从店长到店员,个个对有些不太正常,店长患有忧郁症,时不时的就莫名发呆, 男同事是个猥琐的神经之话牢,一说起话来就没完没了, 还有个早前因为偷钱而被超市开除的收银员老太, 连到晚上就来超市里偷快要过期的食物,每天和这些人相处,斋藤变得更加郁闷了, 这天斋藤路过一家拳击馆,里面拳击手打拳的画面吸引了她, 斋藤还注意到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拳击手, 第二天小胡子的拳击手就到超市来买东西, 他叫寿野,也是个大龄男青年,没什么正经工作, 拳击也就是业余爱好,寿野是个怪人,每次来超市就只买香蕉, 这次买了好几串香蕉,还忘了带走,斋藤只好亲自将这些香蕉送到了拳击馆, 没成想,寿野竟主动和他说话,还约他后天一起出去, 斋藤暗自兴奋,这么些年他都还没交过男朋友呢, 约会之前斋藤还特地在超市买了一件保温内衣, 当天又特地精心打扮了一番, 寿野开着货车带斋藤去了动物园, 可这场约会并没有斋藤预想之中的浪漫, 寿野只是自顾自地看动物,什么表情也没有, 什么话也不跟斋藤说,无趣的约会就这样匆匆结束了, 在超市上班的生活还是一样的乏味无趣, 店长因为忧郁症被解雇了, 那个一直偷过七十品的老太, 每晚还来,话劳男同事还是一样猥琐,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, 就是寿野来超市的次数变得更加频繁了, 这天寿野又买了好些香蕉, 结果要付钱的时候汪带钱了, 寿野于是给了斋藤两张全击赛的门票, 全当是用门票底钱了, 票有两张,斋藤便和话劳男同事一起去了, 几个回合下来,寿野被对手完败, 可斋藤却在底下看得津津有味, 比赛结束后,三个人一起去吃饺子, 寿野告诉斋藤, 打完这场比赛他就正式退休了, 他今年已经37岁, 接下来就要找工作过正经日子, 斋藤问寿野, 和他打比赛的对手是他的朋友吗, 他看见比赛结束时, 两人互相拍了拍肩膀, 话劳男告诉斋藤, 全击比赛就是这样, 比赛归比赛, 比赛结束后就不是对手了, 毕竟本来也没什么仇恨, 斋藤只是自顾自的说了句, 真好啊, 饺子吃到一半水, 斋藤去了洗手间, 寿野趁机问话劳男, 是不是在和斋藤交往, 话劳男死要面子的回答, 是斋藤死活要追求他, 他被馋得无奈才和他在一起的, 寿野什么也没说, 只是给了话劳男一记猛拳, 然后便离开了, 等斋藤从洗手间出来时, 寿野已经离开, 只剩下话劳男独自在地上扯着嗓子打滚, 吃完饺子换啤酒, 斋藤有些醉了, 话劳男趁机将斋藤带到宾馆, 还对他上下其手, 斋藤在醉意下无法反抗, 他告诉话劳男, 自己还是处女之身, 试图博取同情, 可话劳男才不管他是第一次还是第几次呢, 直接就强暴了斋藤, 完事后斋藤忍着下体的疼痛回到家, 他宝贵的处女之身, 就被这么一个猥琐下流男人夺走了, 斋藤还想要报警, 结果第二天上班后, 话劳男已经偷了收银机的钱, 逃之夭夭, 超市里只剩下他和另外两个男同事了, 下班后路过拳击馆时, 斋藤得知兽爷已经离开, 馆长以为斋藤是要减肥, 给了他一张拳击馆的宣传单, 斋藤也没多想, 第二天就到拳击馆报了名, 他也不知道自己学习拳击是为了什么, 只知道打拳的感觉似乎很好, 从那天开始, 斋藤只要不上班就来拳击馆练拳, 几天后兽爷忽然出现在超市, 还喝得烂醉如泥, 吐了收银台一桌, 两个男同事二话不说, 直接就把兽爷给搬到了垃圾堆里, 斋藤担心兽爷, 把他带回了自己家, 还给他准备了吃的喝的, 然而从此开始了同居生活, 为了答谢斋藤, 兽爷特地做了一顿肉给他吃, 斋藤啃着嚼不动的肉, 忽然就莫名其妙地哭了出来, 或许是这灰暗的生活没有丝毫如意, 同居了一段时间后, 斋藤和兽爷发生了关系, 斋藤以为自此之后, 他们就是正式的情侣了, 还特意给兽爷买了鸡肉, 做了顿丰盛的晚餐, 可兽爷只是随便扒了两口, 就说要去超市看漫画书, 连跟斋藤多说一句话都不愿意, 斋藤独自在阳台上抽着烟, 现在他才知道, 他和兽爷之间根本连爱情都算不上, 几天后, 兽爷找了个卖豆腐的工作, 自此离开了斋藤, 斋藤既没哭也没闹, 只是把更多的时间和心思都花在了拳机上, 不论是在拳机馆还是在超市上班, 斋藤开始了没日没夜的练习, 出拳跑步锻炼日复一日的训练下来, 斋藤终于不再是最初的那个拳机菜鸟了, 终于迎来了拳机手的测试, 斋藤的辛苦没有白费, 只一次就通过了测试, 如今的他是一名合格的拳机手, 完成测试后, 斋藤告诉教练他想参赛, 可教练却表示他的年纪有点大了, 一般女子拳机手到了32岁刚好是退休的年龄, 斋藤只能暂时作罢, 这天上班时店长嘲笑他, 总是给偷东西老太送便当, 斋藤一记猛拳揍了店长一顿, 然后就遭到开除, 离开超市, 斋藤一心一意地练习拳机, 直到现在他的生活都毫无波澜, 仿佛只有出拳, 才能让原本单调苦闷的生活掀起一丝涟漪, 这天父亲忽然来找他, 父亲看得出来女儿似乎是变了, 脸上的音韵似乎少了一些, 得知女儿正在练习拳机, 父亲发自内心的高兴, 女儿总算没有像他一样, 一辈子都无所事事, 父亲继而告诉斋藤, 他母亲因为滑倒而受伤住院, 家里料理店现在正确人手, 父亲希望斋藤能回去帮忙, 斋藤于是活到家里, 忙的时候就帮忙打理家里的店铺, 闲下来就教小侄子练拳, 至于拳击管还是长卷, 这天斋藤派来了一个好消息, 原本要参赛选手因为受伤而退出了, 斋藤因此得到了参赛名额, 于是斋藤更加刻苦的练习, 每天都是拳击管理最后一个走的, 甚至剪掉了那一头乌糟糟的长发, 这天斋藤帮忙打理料理店时, 兽爷刚好来买便当, 兽爷一见斋藤立刻就跑, 索性还是被斋藤追上, 斋藤希望兽爷能来看自己比赛, 和兽爷却说自己不会去的, 因为他最不喜欢看到一个人拼尽全力的样子, 斋藤有些不懂, 兽爷反问斋藤, 为什么要学习拳击, 斋藤只说因为相互出拳, 相互拍肩,这种感觉很好, 仅此而已, 终于到了比赛的日子, 此刻斋藤眼神凌厉, 身形矫健, 一头短发显得干净利落, 斋藤自己都没有意识到, 渐渐的他已经变了, 如今的他浑身上下充满能量, 已然不再是当初那个颓废的废柴, 斋藤做好了热身准备, 入场上台和对手问候, 伴随着裁判的哨声, 比赛正式开始, 一共四个回合, 斋藤率先出拳, 却瞬间被对手击倒, 对手是曾获得四次拳击比赛的冠军, 斋藤这个初次参赛的拳手明显不迭, 对手拳拳到肉, 斋藤只能被迫防守, 才一个回合下来, 斋藤便已经被打得口吐鲜血, 中场稍作休息后, 斋藤调整状态, 试图反击的他, 却还是被对手死死缠住, 对手出拳生猛, 斋藤根本毫无招架之力, 就连一次出拳的机会都没有, 只能被动的一遍遍挨揍, 身体早已遍体鳞伤, 就算这样, 斋藤还是紧紧抱着双拳, 拼尽全力地抵抗着, 台下来看比赛家人都有些心疼, 第二回合, 斋藤又输了, 如果下一回合再输的话, 这场比赛他就彻底没有赢的希望了, 斋藤浑身是伤, 可眼神却无比锋利, 他不想输, 哪怕只有一次, 他也想赢一回, 第三回合开始, 对手还是十分强势, 斋藤依旧被打得节节后退, 在一边高喊, 再丢分就输了, 斋藤拼了命的一鼓作气, 这一次他看准时机躲过了对手的攻击, 再顺势用自己最擅长的左勾拳, 朝着对手的腹部和脸上拦了两拳, 这一刻台下似乎安静了, 整个拳击台仿佛只剩下斋藤的喘息声, 他终于爆发出了真正的实力, 可还没等斋藤反应过来, 忽然被对手一记猛拳击倒, 斋藤应声倒地, 倒下那一瞬间, 过往的生活在斋藤脑海中一一闪过, 和妹妹的争吵打架, 和兽野的相遇, 相处, 到最后兽野的离开, 那些就是他斋藤的人生, 烂透了的人生, 如果能有机会重新来过该多好, 想到这些, 斋藤拼了命地爬了起来, 似合着朝对手挥出一记中拳, 可惜罗生一想, 比赛结束, 斋藤输了, 斋藤有些落魄地坐在一边, 最后亮亮强向地朝着对手走去, 和对手互相拥抱拍肩, 那是他一直想要做的事, 比赛落寞, 斋藤向台下观众鞠躬谢幕, 台下妹妹望着浑身身伤的姐姐, 竟有些动容, 她这个姐姐, 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拿命拼过, 下台后, 斋藤独自背着包离开了拳击赛馆, 兽野在外面等他, 斋藤一见兽野就哽咽了, 他好想赢, 哪怕只赢一次也好, 兽野什么也没说, 只是牵起了斋藤的手, 俩人的身影随即淹没在黑暗中, 表面上看, 这是一部励志电影, 实则不然, 斋藤得到了改变, 却并没有逆斜, 到最后他还是个输家, 生活也并没有因为打拳击而改变, 纵观斋藤这一路, 从一个在家里躺视的废柴, 到为了谋生, 去超市工作的打工仔, 再到以惨败收场的业余拳击手, 他的成长之路, 并没有什么振奋人心的转机, 反而是充满了偶然和随意, 我们都知道, 但凡成长总是需要气节, 但凡改变总是需要冻结, 聪明人做事向来都是, 凡事先问因由, 做事必有目的, 毕竟没有谁会让自己无缘无故地受苦遭罪, 这个气节和冻结, 往往是令你十分在意的人或事, 为了这个人或事, 你会心甘情愿地全力以赴, 但斋藤的成长之路, 一无气节, 二无冻结, 他只是偶然路过了一家拳击馆, 然后顺道填了表格, 最后就是练了拳击, 仅此而已, 看上去似乎显得有些不合理, 但这或许就是普通人人生的真实写照, 现实生活里, 哪来那么多打了鸡血的逆袭传奇故事, 这部电影就像是一碗毒鸡汤, 做成大事的成功者是少数, 真正一穷二白的失败者也并不多, 更多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正常的普通人, 没有才华, 没有梦想, 没有什么改变世界的宏大愿望, 就好像是花一百日元就可以买到的廉价便宜货, 每天只是将就着过日子, 到了该赚钱的时候就找个差不多的工作, 到了适当的年龄就找个差不多的对象结婚, 这一生既没有赢也没有输, 既没有失也没有远方, 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转折点, 可就算这样又如何, 摘腾输了可以改变了, 失败使你为战斗过, 他再也不是曾经那个无所事事的废柴了, 就算再平凡不开又怎样, 所谓生命就是在缝隙里开出花, 百岁光阴, 稀释者稀, 我们总是需要拼命与此, 不为任何人任何事, 也不管是输是赢, 只为了在这一地鸡毛的生活里, 证明自己至少存在过, 所以颓废过后, 拍一拍肩上的琐碎, 然后继续前行, 因为平凡的生活依旧需要英雄的梦想, 电影结束, 好了, 今天就到这里了, 欢迎点赞, 留言, 关注美中, 每天定时打卡, 每种关于一整天, 所以就要想玩玩哟, 拜拜。